据央视新闻援引韩国总统办公室通报 当地时间7月15日 韩国总统尹熙岳携夫人突访乌克兰 据悉尹熙岳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 参考消息报道 韩国总统办公室表示 尹熙岳和夫人金剑西访问了首都基辅郊区的部下 以及在炮火中遭受重创的位于基辅市西北部郊区的伊尔平市 据环球网 韩联社称 尹熙岳计划在与泽连斯基会晤前向一座战争纪念碑献花圈 在死访之前 尹熙岳刚刚在立陶宛首都参加了北约峰会 然后又对波兰进行了正式访问 乌克兰第一夫人五月曾访韩 请求援助非杀伤性军事装备 据环球网援引路透社4月19日报道 尹熙岳表示 如果乌克兰平民在冲突遭到大规模袭击 韩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将不止于人道主义 和经济援助 报道称 这表明尹熙岳未可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一事 打开了大门 也标志着其首次改变 反对军援乌克兰的立场 澎湃新闻报道 乌克兰第一夫人泽连斯卡亚 今年五月曾以乌总统特使身份访韩 并请求韩国援助非杀伤性军事装备 韩国国防部18日表示将研讨乌方的请求 此前韩国一直秉持反对军援乌克兰的立场 泽连斯卡亚5月16日与韩国总统尹熙岳举行会谈时 请求韩方提供扫雷拍雷器材 军用救护车等非杀伤性装备 韩国总统市发言人杜运就此表示 尹熙岳称将与北约成员国和国际社会紧密合作 积极支援乌克兰国民 韩国已是北约及成员国的第三大军火供应国 新华社报道 近年来韩国大力推动军工产品出口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 韩国军工出口市场占有率排名字 2017年起连升四年 从第十二位运升至2021年的第八 达到2.8% 尹熙岳上任以来 极力推动军火出口 他去年8月份承诺 必争让韩国到2027年 成为全球第四大武器出口国 在去年11月举行的 2022军工出口战略会议上 尹熙岳称军工产业是未来新发展动力 政府将制定跨部门军工出口扶持体系 引导出口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韩国去年武器出口 激增140% 至创纪录的173亿美元 其中上百亿美元 来自向波兰出售坦克 榴弹炮 战机和多管火箭炮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自俄乌冲突爆发后 欧洲各国在防卫装备方面的需求迅速增加 许多韩国军工企业 嗅到了这一商机 媒体报道说 在俄乌冲突升级之际 韩国迅速提高武器产量 韩国防务承包商 去年8月底 与波兰签订 坦克和榴弹炮合同 首批军火抵达波兰 仅用了三个多月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 韩国已经是北约及其成员国的第三大军火供应国 仅次于美国和法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